李博士您好 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们知道首先在英国出现的病毒的变异毒株 已经在美国和中国都出现了 那中国的疾控中心是把它看作是病毒防控工作的巨大威胁 而美国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医生又多次表示 不需要过多担心变异病毒 那么这种变异毒株究竟是什么 民众对它到底应该有多担心呢 你好 文豪 现在这个病毒毒株在英国大肆流行 然后在其他国家也都发现了 包括美国已经发现了几例 那这个病毒的变异株的话 主要是因为它导致了它的一个主要的蛋白质的变异 然后使它的变异 就是使它的传染性的话增强了不少 那中国疾控中心把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传播速度更快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给我们的防控工作的话呢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Dr. Fauci的话呢 我也看到他在不同场合里面 对这个毒株发表一些看法 那理论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病毒还没有发现 它能够明显的增进这个致病性以及致死率 但是的话呢 如果说它的传播性增加非常的快 导致这个传染人数急剧的增多的话呢 从间接上来说 可以导致更多的病人感染 更多的住院率 那与此同时的话呢 即使它本身的致死率 致病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但是的话呢 间接的话呢 这个感染的人数增加 住院的人数增加 死亡的人数的话也会增加 那么刘博士 目前我们已经研发出 并正在注射的几种疫苗 对这种变异的毒株会有效果吗 理论上应该是有效果的 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制作的话呢 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的病毒蛋白 通常的话呢 都是针对所有的这个病毒的蛋白质 那尤其是像中国 这个使用的一些传统的技术 灭活那个疫苗 所以它针对的话呢 是所有的病毒的蛋白 所以呢 尽管这个这个病毒变异的 可能导致某个蛋白的结构 发生一些变化 使它的传染性增加 但是的话呢 就是应当 如果说是全蛋白的疫苗的话呢 对它还是应当有效的 那么说到疫苗呢 美国目前正在注射的疫苗的有效率 我们知道是有达到了95%左右 那中国也研发出了自己的疫苗 但是有效性只有不到80% 不过还是有阿联酋和巴基斯坦 这样的国家已经宣布说会购买中国的疫苗 那么在疫苗当中 80%的这个有效性 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 会不会造成有大量的接触人群 无法对病毒产生免疫呢 有这种可能 80%有效的话 就是说它对80%的人 能够产生非常有效的免疫反应 可以有效地抵御这个病毒的侵犯 那当然另外20%就有可能没有效果 所以的话呢 确实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但是的话呢 目前这个疫苗的供给呢 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的话呢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只要这个疫苗 这个效果能达到50%以上 就是很不错的疫苗了 所以国药集团的是接近80% 那阿斯利康的话呢 也是大概70% 不到80%左右 那这是传统技术制作的疫苗的话呢 通常有这个问题 那美国这个辉瑞啊 还有那个Moderna 他们产的那个疫苗呢 使用的是新技术 所以他们那个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那么一份最新的调查数据 是显示有40%的美国人 可能会选择不接种新冠疫苗 那这会不会造成 美国迟迟无法达到群体免疫呢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在2021年 能够回归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呢 那这是一个 是个现实的问题 那这个疫苗 要达到那个群体免疫的话呢 这个疫苗接种率 必须要达到相当的程度 对吧 我看到那个Dotter Foggy也在说 你可以是 本身67% 80% 90% 他自己也在不断地改变这个数字 这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他想鼓励这个民众的话呢 积极参与到这个疫苗接种上来 其实这个40%的数据的话呢 是相对比较低了 但是其他的那个调研的数据的话 可能比较高一些 那如果说 当民众不能积极地参与到疫苗注射上 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 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这个时间表 好的 刘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